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根據社區組織協會做的調查 只供下劏房就有1萬人以上 看看我們的中轉房屋的數字 加上都是大概3千多個 那怎樣解決 不能解決 不夠的 繼續劏房 不夠的 即使現在的中轉房屋根本上解決不了 如果全面取締劏房居民的情況 不可能的 所以現在政府我相信 第一 他都不會這麼大膽 這麼快把所有劏房就立刻取締了 如果這樣的話 他自己都不知道怎樣搞 我們就慢慢做 但是慢慢做 現在政府臨近就下班了 慢慢做就先做一宗 先做一宗 所以哪一宗急就處理哪一宗 不要說我不做 不要罵我 如果真的有大家的事說 有人命屬失的話 我做了事 所以他現在那個問題 他不是解決那個助攻問題 他只是解決那個人命安全的問題 所以助攻問題他仍然交給防委會 你覺得他會有解決問題的信心嗎 我都很肯定他現在暫時沒有能力解決問題 他有沒有信心那一回事 但能力都有 但是我想我不能夠等待這個政府 我們覺得就算接下來新的政府 我們都不能夠聽天由命等他自己去想 我們應該要想長遠一點的地方 譬如很簡單 中鑽屋現在不夠的 可不可以市區找一些地方做中鑽屋呢 沒錯 有沒有 沒有 你肯去做當然有的 可以想 可以想 為什麼政府提倡了一個 我不是很記得那個名字 好像青年宿舍 那樣的一個概念 其實 是由NGO做 NGO做了之後 大概幾百個這樣的單位 就讓那些有需要的年輕人 住五年 可以住幾年 交租 這些這樣的概念 中鑽房局 不過名稱不同 沒有了 不過你已經說了 是青少年 還有他就給NGO做 就不是政府自己去承擔 因為政府承擔 都不知道哪個部門承擔 如果你說房屋 房屋局 或者運輸局 我是看房委會 房委會要處理15萬 輪候公屋的人數 或者在看私人樓的情況 這些服務 應該交給民政事務局做了 所以那個服務 就給民政事務局做 所以其實各個部門 現在去處理這個劏房 輪候著 或者是準備被迫遷的人 社博 大家各個社博 我可以有中轉房 民政局就說 我沒有資源 不如讓NGO做 大家在推動的時候 就解決不了問題 我們要想多些 譬如我強調就是 不要只是想著 港島我們有商業中心區 不只是想著 例如啟德 我們可以建立 商業中心區 為什麽不可以在其他偏遠地方 我們現在 北區盒裏面 有2000公頃的土地 禁區開放 可不可以由這些地方去想想 創造多些就業機會 讓區裏面居住的居民 能夠容易找到工作 而且在交通的配套上 又不用每次飛到這麼遠 政府總部也要霸佔 最漂亮的地 你願意肯不肯去北區做 是的 所以… 他們也不肯 你還叫別人 其實有些部門 不用見人 可能做一些研究 做一些其他事情 你為何不可以去到一些 比較偏遠的地區 在那裡設施樓 自然有些… 釋放這套地區 因為很多高官 有些人在這裏做事 我反過來想 因為有很多高官在港島區 是呀 為何要我這麼遠 所以誰能夠上水上班 叫我粉領 粉領總督 那些別勢 那些都可以 其實這個政府 應該要全面再去想清楚 整體香港的實際處境 就不只是純粹從一個經濟角度去考慮 如果純粹從經濟角度去考慮的話 最後來很多民生問題 政府去到出現問題的時候 就拿手成事做不成 現在就很明顯是這樣的 譬如說暫時短期裏面 譬如有些在等著上樓 住在劏房的人士 譬如他給一個津貼 他又行不行呢 關外基金的那個津貼 你現在看回 他就不是說 所有劏房人我都給 所以是被迫遷的一些 被迫遷的一些 這個呢 即是同關外基金的那個 理念 其實他就說 喂 他現在已經沒有地方住 又被人迫走 其實就非常之慘 我在我的那塊錢裏面 再給一些津貼裏面 即是付款交曝 是半千費 半千費 不是給他去租 租住問題 都是你自己去解決 是的 不過問題是你這麼慘 關外基金 就關外你 就給你幾千元 就付款交曝他 等你不要那個傷口就爆 黏著他 我覺得不是一件壞事 至於你說 會不會說不如津貼他 你的貴租租不到 我們給錢 租金租貼 這件事呢 很害怕的 譬如我民主黨 我自己都建議給政府 就是在輪候公屋的人士 而他又租住私人樓宇 即是他變合資格 其實會不會都有一些房屋出貼 給他租住私人樓呢 變成他租住私人樓的時候 他就不用租這些劏房 因為為了價便宜價錢 要租這些劏房 譬如租一個大些的單位 在二百多三百尺的地方 於是可能交五六千元 但政府可以補貼兩千元 變成他仍然那個負擔 是減低了 這個概念可以做 但現在政府又遲遲不做 現在只是做一件事 就是做老人家 即是六十多歲那些 他在輪候公屋 他還未上去 他在外面租住那些 就給他一個津貼 我也覺得好 他這個模式就是 等於老人家 他在輪候政府那些 胡理安老院 你沒有位置 進去的時間 就給你去私人 就給你錢 政府是這樣 一割一割來做事 其他的行不行 這些都可以考慮 但都未解決問題 因為現時 住在劏房 很多的市民 其實很多都是年輕人 年輕人因為 第一他自己自然不到 第二他的工作 和他自己居住的環境 就非常偏遠 他可能是生涯住 第三 他根本上沒有辦法 可以現在輪候到公屋上樓 輪候15年 怎麼辦 到他自己變成老人家 才有機會上樓 這個我們都要考慮 會不會在現有的公屋的單位裏面 我們要騰多一些 有需要的人士 等一些年輕人 都可以盡快 可以入住這些公屋 什麼都假的 這些可以考慮 加快建多些公屋 就解決了問題了 是啊 那你加快建多些公屋的話 自然將入息的限額提高 門檻提高了 就是放下門檻 就會多些人受惠 這樣才能解決 但是正如你今早所說 工人從哪裏來才行 那你願意去做 那你願意去做 那你願意去外勞 好 我們再談 一定要這樣 時間關係 先談到這裏 多謝王誠智 不過看來現在的配套不夠 一句話說完 好了 節目時間夠了 明天再見 拜拜